看过没练过 等于没看过 嗨同学们我是梦觉 很多东西说滚翻啊 滚不好 不连挂 像这个样子 碰到池边还要调整一下才能登出来 那为什么会需要调整一下呢 我们滚翻 重点来了 脚碰到池边上的时候 上半身它是卷曲着的 这个体态登池边啊 根本发不上力 如果直接用力灯会怎么样 会登阀 看脚掌碰到池边的时候 屁股还在这 你发力啊 它是会方向不一致的 会滑掉的 那滚翻要怎么做 才能又连贯又不会登滑呢 同学们看一下 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滚翻之前两个手放到后面 不要再做空中一臂了 下巴开始回收 一个点用腿 上半身卷曲 开始翻 我们眼睛看着天上的时候啊 上半身这个动作就要给它静止下来 不要再动了 下半身展开 具体来说呢 是大腿要开始离开肚子了 脚掌主动的去 碰到池边上 同学们看这个过程 我的上半身是不是没怎么动啊 下半身这个脚单独的这么动起来 搓几下啊 给同学们看一下 上半身 稳住 下半身 动起来 脚掌去找池边 那脚掌碰到池边上的这个点 和屁股 和我们的肩膀 三点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 这样子我们蹬出去就不会滑 而且呢可以第一时间蹬出去 那我之前拍过对比的慢动作视频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没有 一个是主动的展开 下半身 一个是一直卷曲着 这样子就错过了脚掌碰到池边的最佳时机 做不到三点一线 也就没办法第一时间蹬池边出去 那同学们在练的过程中呢 首先最应该避免的是这种无脑灯 明明这个体位它不好发力 我也发力灯我管它 结果灯滑容易崴到脚啊 容易戳破皮啊 而且前进方向也不是对着这个方向的 同学们来看一下这个示范哦 就是灯出去方向不对 这里有两米多都碰到池底下去了 那在练滚方的时候总有一个阶段不熟练 就是说现阶段你做不好脚掌碰到池边的时候 上半身是展开的 也至少把灯池边出去这个动作做好 明白这个意思吧 总要做好一部分啊 那下一步同学们可以在日积月累的练习中 逐渐的去有意思的慢一点的 把这个下半身展开 OK 然后通过多多的练习 让眼睛不用看着池边和脚掌 也能让脚掌碰到池边的时候呢 三点一线马上可以蹬出去 这就非常的棒 那这个过程我建议同学们可以慢点去做不用太着急是吧 那有的同学鼻子对在天上会呛水的话带个鼻甲 再然后呢就是把整个过程连贯一点 那再下一步呢 同学们知道我们滚翻之后啊 是要翻过来的 但是脚碰到池边的时候脸还对着天上 蹬出去之后才向后转 嗯 这整个动作能不能更加的连贯 丝滑一些啊 当然可以是吧 脚碰到池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向后翻一半了 蹬池边出去 把剩下一半翻完 nice 那我给同学们这个视频论论就这样 练习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都会去看一看 祝同学们这个方啊 可以滚的流畅 丝滑 且安全 好吧 哎呦 真棒 o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